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 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把红色基因传政好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的因切嘱托和希望 那么浦阳为何被称为革命老区 这里发生了怎样的红色故事呢 浦阳是革命老区 地处纪鲁玉三层的边缘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 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 土地革命时期 党的组织逐步发展壮大 领导了一系列反地反封建的农民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 浦阳是近鲁玉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区 也是近鲁玉边区居民抗击日伟军的重要战场 也是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党委 行署 军区 学校 医院 兵工厂等都曾建在这里 解放战争时期 浦阳作为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 是刘邓大军强度黄河 揭开战略缓攻序幕 行进大比山的前沿阵地 也是第二 第三野战军 逐入中原的后方基地之一 刘耀奇 朱德 邓耀平 刘伯承 陈怡 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过 工作过 浦阳县 清风县 善拐村 有中原逢都的美誉 县 保留有中共中央 卑防局 晋鲁域分局 晋鲁域军区司令部就职 军区第一兵工厂就职 和邓小平 黄静 王洪坤 杨龙 曹丽怀 等统治的旧居 23处 范县市革命老区 是晋鲁域边区革命根据地之一 从抗战开始 晋鲁域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 常驻此地 研究部署 作战任务 形成了晋鲁域边区 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当时的群众 以荣户的爱戴的心情 称之为 肖摩斯科 小延安 南乐县的五连坊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 沦陷其军民 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欲敌的光辉范例 五连坊 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成功的维护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为南乐抗战 提供了坚强支持 也成为 近鲁域边区 抗日根据地 浦范关 中心区 对敌斗争的 敲头堡 海检县 黄河岸边的 将军渡 换县的 里敲 渡口处等 见证了 七十年前 刘邓大军 强渡黄河 千里约近 大比山的 英雄撞击 发生在浦阳县的 新式整军运动 解决了广大直战员 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 为谁服务的 根本问题 对当时战争和军队建设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浦阳是一片 革命热土 战争年代 增容岁月 多少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在这边土地 明刻下深深的红色印记 位于清风县的 近鲁域边区革命 根据地旧子纪念馆 目前已被命名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施反基地 我们说 红色是中国固难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 在伟大祖国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广袤大地上 红色的资源 兴罗起步 红色的基因 代代相传 红色革命精神 在这块热土上 代代相传 成为 普遗二女 赶超发展的 动力员 红色资源的 整个价值 不仅在于 它的历史光辉 更在于当下 依然能给我们 带来 思考和精神滋养 习近平主书一说 中华民族 荣有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文明 但近代以后 历经薛与火的磨难 中国人民 没有向命运屈服 而是奋起抗争 志强不息 经过长期奋斗 而今走上了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康庄大道 回顾历史 支撑我们这个 古老民族 走到今天的 支撑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 严民至今的 是指根于 中华民族 血脉深处的 文化基因 从辉煌历史来看 浦阳文化精神 包含着 拼搏精神 奋斗精神 斗争精神 创新精神 和胜利精神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 浦阳一步一步走央富裕 胜利和幸福 靠的就是 冗不退色的 红色文化基因 形成的 红色文化精神 那么 浦阳红色精神 是怎样 允育出 现代三里精神 又是如何培养出 新时代 浦阳精神的呢 红色是初心不改 政治坚定 是革命的颜色 是奋斗的颜色 中原大帝 从来就是一片 英雄的土地 正是浦阳市 重视红色基因的 教育和传承 融洩出了 李文祥 李廉成 李全方 三个响亮的名字 他们从党的 非凡历史中 寻找初心 从红色基因中 积取前进的力量 在他们身上 集中体现了 坚守信念 淡泊名利 吃亏奉献 忠诚履资 爱岗敬业的特资 形成了 浦阳的精神高地 为推动浦阳 高质量发展 增添了 无穷的精神力量 李文祥 坚守信念 淡泊名利的精神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油显米足正贵 在革命战争年代 他英勇武畏 冲逢宪政 为国为民 出生入食 和平建设时期 他隐功而聚 安平乐道 扎根农村 带领群众自负 他亲手着 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听党的话 跟党者 就永远不会在跟头 用平凡而又 传奇的事迹 诠释了党员的精神 和坚守和赤字情怀 李全方爱港敬业 武士奉献的精神 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树立了楷默 1998年4月 劳李热线开通 他在劳李热线的岗位上 身先士足率先锤饭 带领热线队员 为全市人民提供 水气暖等维修服务 塑造了用心服务 真诚奉献的热线精神 以忘我的工作热情 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为市民打开封面之窗 架起了政府与市民之间 沟通的桥梁 李热纯吃亏奉献 艰苦创业的精神 激励了全市 集中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热情 他带领全村农民 发展大棚 兴办企业 建设新村 治理更生 艰苦创业 把偏僻落后的贫困村 建成了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闻名村 那么新时代 浦阳应如何运用好 当地的红色资源 实现经济社会的 高质量发展呢 浦阳市八次党单会 提出了守正创新 厚德自强 赐规奉献 荣一担当的 新时代浦阳精神 激励着三百八十多万 浦阳人 以昂扬向上的 奋斗姿态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红色资源 见证着我们党 波澜壮坡的革命史 艰苦卓劫的奋斗史 可歌可泣的应用史 凝结着我们党 百年奋斗历程中 心火相传的 红色基因 运用好红色资源 是耿需党的 红色血脉的重大命题 要享用好 红色资源 带动浦阳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 需要以伟大的 建党精神为引领 推动浦阳红色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建立红色文化 与现代传媒技术的联系 实现浦阳红色文化 表达形式的创新 发挥好 红色文化资源的 育人价值 要将浦阳的 红色文化教育 融入日常学习 文化活动 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 和浦阳故事 引导党员群众 从红色文化中 积取精神营养 化思想自觉 为行动自觉 把传承和弘扬 红色基因 落实到 改革发展稳定的 各项工作之中 以实际行动 推动浦阳红色文化 服务于 经济社会的 高质量发展 感谢观看